這回對岸展開軍演行動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台灣 好 在昨天呢 其實裴洛西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的回答是 中國大陸嘗試對台灣建立 類似新常態 我們不會任其發聲 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到 這次解放軍公布了 閩南海域的海上突擊演練最新畫面 演習的內容其實包含了 兩棲登陸還有炮彈射擊 這支作戰武力呢 被形容是大陸的陸軍 渡海登陸作戰的一把尖刀 而另外大陸的西南獵豹旅 也組織了女子特戰隊員 進行跳散演練 威嚇台獨還有外部的干涉勢力 方軍乘坐衝鋒舟朝灘頭航行 接著下船搶灘排除灘頭障礙 坦克登陸朝目標進行爆破射擊 大陸央視視出最新影片 內容是兩棲合成旅 在閩南海域組織海上突擊演練 包含步兵坦克等十多個兵種 這批作戰隊伍被形容是大陸解放軍 陸軍渡海登陸作戰的一把尖刀 大陸對台軍演證則不止兩棲登陸 還有西南獵豹旅組織女子特戰隊員 進行跳傘演練 一朵朵散花從一千公尺高空破雲而出降落高原 自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 共軍就開始對台周邊大規模演訓 陸方表示光用各種常規導彈和火箭彈 把整個台灣東部和南部巴士海峽封鎖起來 就能使得美日軍援進不來 台灣不戰自亂 大陸繞台實戰軍演究竟何時才會停 大陸軍事專家宋忠平表示 只要台灣問題沒解決 這類軍演就不會停止 任何逆歷史潮流以武巨統的圖謀 注定是躺臂擋車以失敗告終 大陸國台辦今天也發表對台政策白皮書 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但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和極少數台獨分子 以及分裂活動 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的情況下 做出的最後選擇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在台灣這一方面呢 其實情勢險峻 因此國軍監控解放軍艦的第一視角的畫面 也曝光了 拉拔業績的敵化號軍艦 在東部海域監控到了南京號驅逐艦 簡直就是近在咫尺 好 另外一頭呢 也更近距離的監控到 馬鞍山號的飛彈護衛艦 根據美國舉行的兵推 如果和大陸發生了戰爭 那麼其實呢 他們會損失慘重 將會造成900多架的戰機損失 但是專家說了 台灣不要再幻想美國會協防台灣 國防部首次曝光 國軍監控共艦的第一視角畫面 拉拔業績的敵化號軍艦 在東部海域監控到解放軍 南京號飛彈驅逐艦 就近在咫尺在國軍旁航行 另一頭更近距離的監控到 另一艘共艦馬鞍山號飛彈護衛艦 廣播警告共艦已經侵害台海穩定 而我國海軍 瑞淵無人機也從空中監控到 我國軍艦和共艦日照號飛彈護衛艦 在海上對峙畫面 國軍不敢大意監看解放軍一舉一動 但外界更關心 台海若真的發生戰事 美軍會來協防台灣嗎 根據美國華府智庫兵推 若美軍介入台海戰事 會付出慘痛代價 因為完成的22輪推演中 有18輪大陸飛彈都集成 每日大部分軍艦 而美國四周內更會損失900多架戰鬥機 幾乎是美國海軍和空軍庫存的一半 畢竟在海上的艦艇 你能發射的飛彈還是有限 美軍不只犧牲慘烈 專家跟痛批執政黨 不要再欺騙百姓 美軍會協防台灣 美國在法律上跟台灣沒有任何的 這些條約關係 所以美國沒有法律的義務 那是協防台灣 而且美國政府也從來沒有公開 明確表明他會來協防台灣 在這一次台海兵凶戰危 美國跑得比誰都快 美國的雷克一艦跟裴洛西一起走 現在在日本還不肯回來 那他怎麼協防台灣 台海情勢陷入空前危機 但美國軍艦快速撤離的舉動 等同重重打了執政黨的臉 記者謝宏盧 徐國豪 台北報導 針對了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近期說了並不理解他的台灣行程 為什麼會引發大陸的高度關注 對於這個部分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回應 只要美國挑釁一次 那麼大陸必定鬥爭一次 美方在虛化 掏空 歪曲一個中國原則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卻指責中方改變現狀 美方每年在中國周邊海域搞的軍演達上百次 卻指責中方反應過度 對於這種強盜邏輯 中方不會接受 國際社會也不會認可 對於美方侵犯中國主權 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挑釁行徑 只要美方做一次 中方就必定堅決鬥爭一次 絕不允許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受到肆意踐踏和破壞 解放軍的東部戰區 從4號開始就大動作的圍台軍演 原本應該在7號落幕 但是一路延伸到了10號 好 大陸國台辦呢 還有國興辦在10號上午 更是聯合發表一份對台政策白皮書 重申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不過呢 文中強調在兩種情況之下 北京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而這兩個彈書 就是針對台獨分子 還有外部勢力 佩洛西訪台大財 北京紅線 陸方除了連續多天 大動作在台灣周邊海域 空域進行軍演 10號國台辦與國興辦更發布一份 名為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 統一事業白皮書 在喊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闡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 白皮書全文一萬三千多字 分為前言和五項內容 其中五大重點 包括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 將堅定不移 完全統一 統一進程不可被阻擋 在新時代進程上推進統一和統一後的光明前進 白皮書更強調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但也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 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 白皮書直至將近最大誠意 和平統一 不過有兩大淡數 第一個是外部勢力干涉 第二個是極少數的台獨分子 針對這兩者 北京似乎不可能退讓 表示將以非和平方式 做出最後選擇 范圍白話文 意思就是 北京還是很有可能武力攻台 無論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 打美國牌 或是什麼別的牌 都挽救不了台獨勢力失敗的命運 在白皮書公布前夕 汪文斌才剛痛批 台獨分子無論打什麼牌 都挽救不了失敗的命運 更形容任何挑釁 都如同皮膚汗術 只會加速滅亡 其實回頭看看 北京對台制裁似乎循序漸進 從4號起 本該在7號落幕的圍台軍業 一路延伸至今 現在又祭出對台白皮書 佩洛西放台後 台海緊張局勢 不斷升溫 北京接下來會出什麼招 國際社會都在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為了因應台海之間的情勢緊張 海上演練不定期舉行 遇上台海情勢緊張 海龍蛙兵當然不敢鬆懈 尤其共軍兩棲合成旅 在福建南部地區 進行兩棲登陸搶灘演習 兩岸最前線的精銳部隊狀況 引發關注 但先前傳出國防部高階將領 有意規劃將海龍蛙兵 從外島移防到大台北地區 以強化首都防衛能力 然而在金門駐守的兵力 大約只剩2000人 如果連最精銳的海龍蛙兵 都從金門撤出 會不會對前線戰力 造成一大折損 不會 這只是一個 就是兵火力的一個協調 譬如說外島的部分 他可能就會增加這種自動火力 或者是說 他把岸邊的主角器材 做更多的設置 中共的戰略是一個數戰數決 奪取本島會是最終極的目標 專家認為是情況改變火力分配 就能發揮最大防禦效能 但無論如何調動 國軍都依舊堅守崗位 包家為國 記者綜報道 旺旺水神抗俊義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